今天的嘉賓是前香港立法會議員梁仲恒 梁仲恒 梁仲恒 Hello 你好 你好 首先講第一個新聞 習近平在各大媒體的頭版和頭條的曝光度 是大幅減少的 網傳習近平出了時 有些人就說其實習近平的人 還在醫院搶救出來的替身 有些人就說他已經被控制了 很多七七八八的說法 三中全會前後 《人民日報》有關習近平的報導 同比減少了近75% 這是很大的一件事 梁仲恒 怎麼看呢? 其實這些可能你們比較熟悉 平時的模式是怎樣的? 大概是三中全會前後就不停歌頌 習近平的報告 習近平的報告 說得他很好、很厲害、很厲害 那個頻率應該是這樣的? 還是原本也是差不多的頻率? 不是啊 他的頻率應該是歌頌他的 天天歌頌他的 不止三中全會 三中全會更加要歌頌他了 歌頌他的 真是偉大、正確、光明 那現在全部都是他那些文章 都下價了 也都是75%的 都是不支持他的了 就是說不是不支持他了 就是本身《人民日報》 陰謀論我們就永遠沒得猜的 因為你說他是不是失了勢? 哪一派是不是想鬥死他? 那些事情 大家應該都聽很多了 這麼多年來 但是怎麼得到證實呢? 其實直到結果出現之後 我們還是得不到證實的 結果出現之後就不想我們分析了 所以反而是 就是大家我想都可以由一些歷史的脈絡 我們可以猜測一下 就是大家如果最終的目標就是 當你是光復香港這樣才算 或者是你覺得是支爆就是那個終極的目標 那究竟有什麼條件 是可以令到支爆這件事促成到呢? OK 那我們官乎世界的歷史裡面比較近當一點 可能就是蘇聯解體 那段時間 或者是柏林圍牆倒下的 都是同一個如果在歷史的脈絡裡面 就是很近的時間點 那你會發現其實 或多或少都是跟中國今天有點相似的 就是蘇聯解體之前 其實美國這邊就很奸的 是啊 那我見過當時總統那些智囊 他們都講得明白的 他們當時策略的一個就是握著你的水口 搞到你經濟不夠我鬥 那你就會自用解體了 或者這個很大美國的思維 那當然你說 是不是這麼簡單呢? 那當然也不是 那但是事實上呢 當時的蘇聯呢 因為那個時候石油價格大幅下跌 他們是有點危機的 是的 他們是有點危機 那今天呢 你放屬於中國了 那當然了 其實當時大家知道蘇聯 就是共產主義老大哥嘛 那時候呢 共產黨做的壞事呢 蘇聯全部都有做的 例如是什麼呢 當時他們都很刻薄 當時烏克蘭地區的人 是的 就是他們那些食物要上繳很多 然後就搞到莫斯科很高舞升平的樣子 那大家 那些記者就困了他們在莫斯科的 OK 那那些記者就看到 嘩 為什麼這麼好經濟呢? 為什麼? 可能計劃經濟真的好一點 可能共產主義真的好一點 他們是想用這種東西做Papaganda 是不是很像這樣在中國呢? 但是實際上經濟不是這樣走的嘛 是不是? 就是你拿了俄羅斯人種的東西 弄了麵包 給你莫斯科 那烏克蘭人怎麼搞呢? 是不是? 所以 實際上 今天中國 有沒有一個經濟危機呢? 有 是的 似乎有 接著 有沒有一些 都是可能當時 他們因為要那些什麼叫 歌功頌德 那些這樣的行為呢? 有啊 是吧? 由2008年奧運開始 其實就是一連串很多行為 一帶一路 然後拿錢基本上就是去搭別人而已 是不是? 那你也明知道那些國家 你一帶一路投資 原來他們還不到的 那他們就是用錢去所謂 宣傳他們那種體制的優勢 去到武漢肺炎 搞完那個肺炎出來 那堅持清零等等 那些事情 也是啊 希望就是 突然自己體制的優勢 但是呢 同樣地他們面臨一個危機 就是今天那個 你說大勢不就他也好 怎樣也好 他們的經濟很明顯就是一個危機當中 是的 今時今日中國那個經濟的危機 可能是比當日蘇聯面對的更加困難 因為你始終蘇聯的時候基數低嘛 就是你沒有他沒有那個 就是中國真的曾經也好過的嘛 大家更不喜歡也好 大家都不能夠否認就是 哦 由改革開放開始去到08年 是一個他們國力的高峰 但是他們曾經嘗試過好 就更加感受到現在是差的 是的 所以就會有些評論 什麼中國的垃圾時間 那些這樣的事情 但是 往往呢 一個這樣的極權體制 因為他的 執政的正當性 他權力的正當性 他不是民選的嘛 是不是 如果民選的政府就是 哦 人民給你的正當性 是不是 人一票 如果他失敗了 我們也沒得遠了 是不是 我們投出來的嘛 但是他不是啊 是不是 那他的正當性是源自於什麼呢 他的正當性就是源自於他執政的時候 他的公職 他能夠做到什麼 如果經濟一直歌舞升平的 那可能真的沒有什麼人介意的 是不是 但是哦 喂 今天經濟又不行 是不是 那些國際關係又不好 那麼去到哪裡都被人罵的 是不是 搞一個奧運的樣子 就是他們覺得自己被人歧視了 就是奧運大家看很多 就是今年 中國在游泳的賽場那裡 就沒有了很多的冠軍 就是很多名將都落馬的 為什麼呢 那些人就猜了 因為這一屆檢查禁藥就檢查得很嚴 因為上一屆全中國的禁藥就很厲害 所以有些 尿紫陽嘛 那時候叫做 驗尿的時候有些尿是紫色的 你好像去到哪裡都不漂亮 那 是不是就是一個啟示 就是起碼 有一個這樣的土壤 有一個這樣的氣氛 有一個這樣的環境 有一個這樣的環境 可能是一些所謂支爆 或者是共產黨倒台的聲兆 那 起碼就是今天 大家能夠 不要理會那些陰謀論 哪一派打哪一派我真的不認識 但是 經濟是差的 有個危機存在的 而他們是高位滑落的 就是他們不是一直都是領 如果我一向都考零分 我再考零分 沒有人覺得是什麼 但是不是的 我之前拿80分 現在再考零分 這樣就不行了 那 其實你說中國人的感受 是一定存在的 因為他們曾經是試過 也叫做少少附屬過的 是吧 中國人曾經是一些步伐戶的代名詞 如果在若干年詞 那今天很明顯就不是這個 那去到一個這樣的環境 會不會就逼到一些內部的政治壓力呢 就是共產黨都不是一個 就是我們就統稱為共產黨 是不是 當然裡面絕大部分都是壞人 我想 但是他就算壞人也好 壞人A和壞人B都有兩個山頭 是不是 可能就是爭得很厲害 就是習近平現在好像出了很大件事 就是現在呢 因為掩蓋得很厲害 就不知道什麼真相 可能真的要等一陣子 好像你剛才說的 等一陣子 這個真相有沒有浮現出來 但是現在呢 確實是內部 可能在那裡激烈地去內鬥 還有這個 習近平非常之危險 我覺得 是啊 但是 起碼就是 他危險真的不知道 直到他出了事我就知道了 但是 起碼的土壤是在那裡的 是啊 大家就正待那一天出現 那如果你說 喂 他現在還是很好 經濟很好 一片歌沒有聲評 那我就幻想不到劇本怎麼走 但是現在不是 是啊 那至少你就有些誘因 喂 做犯都有個原因 是不是 那你什麼都搞不定 那我當然做犯 是不是 所以其實當有一些這樣的原因 那一段時間似乎就出現了 那你就可以靜觀的形勢 是不是朝著一個我們想向的方向發展 是 那我們看第二個新聞 那最新發佈的2024年 中國31省的農民養老金價格表 顯示中國農民的養老金 各個省份的差距很大 最低是只得103元人民幣的 是 那你怎麼看呢 嗯 那那些其實都 不夠你養老 是吧 就是 因為其實 那 這麼說的 任何一個經濟體 它一定會有一些所謂的 社會保障網 其中一個退休金或者養老金 就是一個很大的一件事 那香港原本被人吵了很久的就沒有 所以搞出一個強積金出來 當然強積金的設計 我不是說它好 但是它也搞出一個這樣的東西 另外就是一些水果金 那些東西 但是 又很現實的 就算你中國 你說的文價指數 我不知道現在是怎樣 但是 百多元 真的 吃都不夠吃 那 那 很明顯它不是一個很完善的退休保障網 如果你說我原本 就是我在工作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 我儲了一筆錢的 那就可以了 是不是 但是 當你不是的 是的 可能你投資失敗了 或者什麼樣都好 那你單靠養老金 其實你生活不了 特別在大陸 那你可能 對 就會影響你那些 特別在大陸 影響你那些消費 那些各樣的東西 嗯 是的 那些農民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積蓄的 在大陸來說 那麼 就 1803元的養老金 真的 可能買米都買不到 真的很難說 就是總體來說 就是六月份的 六個省份 不是說六月份 是說2024年 有六個省份 是不到一百二十塊的 這樣 但是 就是 事業單位的 退休人員的 每月養老金 有些是超過六千塊 那是農民的三十倍 就是等於事業單位 等於公務員 差不多這樣 那就有六千塊 那農民呢 就只有一百二十塊 本身農民呢 就已經是很窮的了 最低就只有一百零三塊 是說的是人民幣的 那現在 就是 這個原市非常之大 覺得 就是 梁先生你怎麼看這一樣 第一 會不會做法 所有的國家其實都有這個問題 因為 大家都會面對那件事 就是 因為這個世界不停在通脹 是的 就是基本上 就是中國人在通縮 它都是這一兩年通縮 是不是 你畫一條長的線 它都應該在通脹 就是你 你做事的時候 你的物價 你退休的時候 你的物價會越來越貴 是的 這個就是世界經濟定律 所以 暫時我都沒有見過一段很長的時間 是會違反了這種定律的 在人類歷史 有記載之後 都沒有什麼見過 但是 所以大家 其實 任何的發達社會 都會最後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 你的 退休 金 是不是足夠 去給每一個人生活 都可能未必是 都可能未必是 但是 中國那個問題更加嚴重 是因為 他們那個人口金戰俠 那個傾斜的程度 是相當嚴重的 因為搞出什麼東西 就是一鞋政策 那些事情之後 其實他們那些人造的人口結構 就令到 你退休金你不要緊 是不是 不只是你做你之前做事 就給你之後退休用 是不是 就是好像 香港的強積金就是這種 就是我做多少 我收入多少 我存起多少 退休就有多少 就是這樣 但是你退休金的制度 基本上就是 你現在做的那些年輕人 都會有份工 那個退休金 是不是 所以呢 如果你的人口結構 是維持一個平穩的發展的話 理論上是可以撐住的 是的 那麼很多歐美社會 其實都是一個這樣的狀況 就算他們自己出身去下跌 因為他們吸引到移民 是不是 有些移民 新加入的人口增長 其實是沒問題的 因為你留下的底夠口 但是中國不是 中國肯定不會有移民衝進去 是不是 但是你的人口 又似乎在武漢肺炎前後 又似乎在武漢肺炎前後 是見了頂 是不是跟武漢肺炎前後 不知道 還有一些消息 是說 因為他武漢肺炎前後 都死了很多人 令到那個人口 那時候就真的轉了角了 那個人口紅利吃光了 但是他又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他不是日本那樣 那種慢慢放緩 是 因為他那些是 所謂的國家設計 那所以呢 他的數字 不是那麼自然 沒有那麼 我們平時看的那些數字 通常是這樣 就是一條線 慢慢有一個軸 這樣下去 他就不是 他是一條直線 這就是國家編制出來的特色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你的退休金 最後 是一定不夠那麼多人分的 那他們分了給誰先 就是分了給自己先 這個僅局 大家認識共產黨 那最後會不會激發了造反呢 我經常覺得 以共產黨那種體制來講 造反往往不是平民族 往往不是平民族 因為 他們就是拿槍出身的 就是你當是一幫黑社會 這樣才算 大哥你沒有把槍 你怎麼做犯呢 在中國 是吧 我不會相信 那些農民 無端是找到那些 那些警察的武器去造反 是不是 也沒有一個和平革命的可能性 如果成功的話 八九年就成功了 那 如果是這樣 那其實唯一的可能性就是 拿槍的倒戈 是不是 今天究竟共產黨 我第一個討論那個 那個題目就是 會不會是習近平 在共产党内部被人在斗 甚至已经被人斗到一个危险的边缘 我相信那种可能性发生的剧本的机率就高很多 但是明显的就是有一些东西一定会出现 例如我原本是一个很狂民也好 我没有退休金 退休金百多元 我一定不会支持到消费 我一定不会买到你现在的那些楼 我一定不会做一些固定的投资 吃都没有吃了怎么投资呢 也反映了就是为什么今天中国那些 不论它固定资产投资 它那些消费等等全部东西都在跌 我们看第三个新闻 买房即赚钱的黄金时代 一去不返了 对于拥有两套房产的家庭 未来的房产持有成本将不断地攀升的 那梁申对这个是怎么看的呢? 嗯 得意的 其实 因为 其实中国有没有做那些旧市的造势 它有的 就是 周不时都减息的 就是减到减无可减的那种利息的 所以其实它有希望用西方那一套就是减息 就是舒缓那个流动性 那就去尝试令到楼市有些资金 就是你有个资金在那里 那你一是就 吃了它玩了它 那你也帮助到消费 如果吃了它玩了它 那一是就去投资 那你投资不是股票的地产的了 是不是? 就是它原本的想法就是这样的 但是大家发现不是啊 为什么减息减到这样呢? 呃 那楼市完全没有起色的 是不是? 那 呃 我的观察就是 即使如西方社会那样 你的流动性其实也不是影响你的楼价最核心的部分 是啊 就是今天 呃 美国加息加到 嗯 就是刚刚鲍威尔都没说说减息啦 是不是? 他只是说哦 今年会减息而已 那么英国加息加得很厉害啦 你发现呢 咦? 为什么美国的楼市现在还是历史新高的? 为什么英国的楼市还是支持在那些高位那里? 咦? 那你就发现了 咦? 原来不关锁口市的哦 是不是? 就是 似乎呢 楼市那个 呃 和什么有最大关系呢? 似乎是一些劳动人口 或者在那里生活着的人口 那数字呢 是最大关系的 那所以你看到为什么你香港的楼市跌得这么厉害呢? 因为那些人在走近 为什么你美国的楼市这么厉害呢? 因为那些人在进入 英国为什么经济又说不好呢? 是大家住在英国那些明白的啦 经常都说英国经济不好的 但是英国的楼市为什么不下跌呢? 因为那些人在进入 你有人就要住的地方的啦 你要住的地方 你是买还是租的 那你都会支持楼市 那现在中国的问题呢? 似乎这个问题核心呢? 就是他们人口是跌劲的 我们上一条题我们都说到 他人口红利在2021年的时候到了顶峰了 他现在不停滑落的 那可能武汉突然就死了很多人了 不知道这个 这样的情况下 他又没有方法可以刺激到他人口的增长 应该就 因为他没有办法引入外来的疑问 那你说 喂 可不可以 以前一孩政策 现在有三孩政策 那行不行啊? 那大哥 生孩子也要你情我怨的 不是你说生就生 你国家不让他生就有可能 你国家要他生孩子 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件这样的事是成功过的 从来没有听过 现在全世界的政府都鼓励自己的人生孩子 因为大家都发现不行啊 人口金字塔如果反转了 就是老年人最多 年轻人最少 是不行的 但是全世界都是这样发展 那 但是欧美国家有个好处就是 它有吸引到移民嘛 那你那些年轻人 就像我那些那样过去美国 那我就偷到他的人口金字塔 变回了一个正常的人口金字塔 很多香港人去了英国 那你年轻人会令到英国的人口金字塔 補充了他们下面那层 后山那层 是 只有一个这样的人口金字塔 就是一个正三个的 你的楼市呢 才会是向上的 你倒转的人口金字塔 楼市是一定向下的 这个事就是像日本了 日本在他二战英二潮的人口红利去到顶峰之后呢 其实呢 就 楼市一路都是跌的 那你说 喂 现在他有一套房两套房那些呢 没意思的 在日本那里呢 有很多地方的楼呢 免费给你们都未必要的 因为你维修啊 或者你交的地税啊 那些东西呢 连那些成本都感不到的 所以那些楼呢 是没有人要的 唯一有人要的呢 就是近的铁路站啦 交通便利啦 有些营商的机会啦 那些地呢 那些楼呢 才会有人要的 那 而现在中国的问题就是 第一 它的产能个性 它人口正在减少 我看不到有任何个原因呢 它这个楼市是足够的 是的 它可能要跌的幅度呢 就是谷位计 嗯 它可能是要被 以前香港任何一个金融危机 发生的时候呢 它跌得来得三 那香港最劲的一次可能是 沙士啦 沙士这些特殊事件 我们不算了 那你就当97金融公布咯 当年那位 香港楼市跌了七成 但是香港也有个 有样东西好的 就是你香港 老供应只有这么多 是不是 我们的地只有这么多 你填海 都要有时间的啊 那么 所以 其实 香港都不会有鬼城这件事出现的 是 从来都没有在香港听过鬼城这件事 还有当时的香港呢 人口仍然在增长着 因为有些单程席 很多中国人 移民涌了 如何计算都好 你会支持到楼市的发展 那时候 香港都要跌七成 你想想 今天的中国 它不会有这些移民 它的地是无限的 它现在现有的鬼城也是无限的 它要从高位那里跌多少呢 我估计一定是多过七成这个数 是不是去到十成 也不会十成的 是吧 但是 我看不到有任何的誘因 是为什么 如果你是一个有钱的买家 你在中国现在会选择买楼 是没有一个这样的誘因 是没有一个这样的誘因 除非我自住的 那我就会想 但是你自住也是一层而已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它们现在的产能是多过了 它们自住需要的数 那那些楼又怎样升呢 是的 所以 我想不明白它的数怎么算 但是 就是 就似乎 中国那些楼市的问题 就真的像是90年代日本 那你幻想之后的结局就是 没有的 你之后放几万日圆 都没有人要的 很多楼 你见日本有很多的地方 是会这样的 因为它维修 就是非常之难 现在是 就是打8至7至6至5至5至 甚至是更低 甚至是拍买房 可能都买不出 这样 其次呢 它的房产出租的市场呢 就非常之饱和的 就是人都没有一个 怎样去出租呢 再有这个房产持有的成本呢 肯定就是不断地攀升的了 是 成本就没有攀升的 因为 如果我们去理解成本这件事呢 在经济学里面有个 机会成本 就是opportunity cost 那么呢 这个定义呢 就是你最大放弃的东西嘛 是不是 它的成本可能是 就是它的物业上涨 现在的房产税呢 还有 还有 出租税呢 还有空置税呢 它有非常之多的税费的 那因为你知道大陆 中共呢 抢钱的嘛 各种各样的税呢 就使得这个成本就 非常之大的 就是持续地增长的 就是你现在持有的成本呢 可能你的税慢慢移交越多 那么它的成本就越来越高 是啊 嗯 但是 当我们去考虑成本这个概念的时候呢 我们是要和一个 嗯 就是我们放弃了最大的东西了 那你说税收可能也是 可能也是 但是你税收 你终于一天收到不能收的 那么你任何的税收 你都是基于物业的价格去收的 就是所有房地产的税收 例如你交差响那样 你是根据那个地价 或者是物业价格去收的 是不是 我们很少听过 我说一个 fixed rate 就是你有一个房子 你就要收那么多了 是啊 很少是这样的 那你说你的物业价格不一定在下跌 那么你的成本应该是不一定在下跌的 就是你收回来的税 应该是不一定在下跌的 那除非那些房子来啦 你说总之我不管 你有一个房子 你就会跟我交那么多的税 那么这种这样的 flat rate 就会有第二个问题 就是你会收少了很多税的 应该 因为你最热 那总有些楼很贵的 你北京那些什么 一环二环那些 那些楼 是不是 你又收五百元 你在陝西那里那一层又收五百元 那是不行的 所以 正常呢 就应该跟物业的价值去估 那是很好的 那还有 现在我想他们面对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 即使你想去租或者去卖那层楼 其实都会遇上很大的问题 因为基本上市场没有承接力嘛 周街都空城 周街都有楼住啦 就是说 我慢慢可以选择了 那你不减价我就选择了 就会这样做 那所以 的而且他们是没有选择 没有选择 那这一帮 你想想 如果你刚才说 他有两套房地产以上 那 撇除那些超级富户 就是你原本是建房子来的 那些叫富户 那其他就是中产 那我相信这一帮中产 现在就是中国失败得最厉害的那班人 但是呢 很神奇的 任何一个经济体 不论他是计划经济共产主义 还是资本主义市场都好 中产呢 往往呢 就是撑起你整个经济最大消费力那班 是的 就是他 因为你人呢 其实是有个极限的 就是我很 很穷的 那我花不起钱也没办法啦 是不是 但是就算你很有钱也好 我要你花很多的钱 其实都很难的 是不是 你吃 都是吃两只鸡腿的 你一餐 你不可以吃十只鸡腿的嘛 那我买十只鸡腿 回来干什么呢 那所以人的消费呢 去到某个数据 就会有极限 那中产呢 往往就是那个极限 是的 就是我 吃到 就是吃不下的了 是的 吃到可以肚子长肥 还可以开点酒喝 所以呢 这一帮人呢 其实往往就是撑起 你整个国家 那个消费 那个 问题力 因为这一帮人呢 也都是读过一下书的 通常 是的 因为任何一个 经济体呢 通常做中产的那一帮呢 就是专业人士 那 就是做得专业人士的 理论上也读过一下书的 那就糟了 他读过一下书 就是见过一下世面 他是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但是他曾经有钱 如果不是 就不会买到两层楼 是不是 但是现在就差到 那层楼放出去 都没有人要 那他就可能会想 究竟 我们这个国家 发生了什么事呢 是的 去到那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那个答案 在他们心目中 就已经引人意解 那 我想 少了实际出来的影响就是 今天那些唐平文化 有些论述出来是中国的垃圾时间 那往往就是因为 在这些时代的背景下 会出现 而 当有一个这样的趋势 就是那个趋势 出来之后 其实是很难救的 你看看日本的社会 就是一个好典型 在日本也有很多些 所谓的月光族 或者是很低欲望的人 因为整个社会 你看到一个希望 你没有一个社会流动的希望 那 如果这样的话 你就会看到 一个长时间的 中国经济 你就会用着 日本那条 张图来 对吧 90年代开始画 那我想他现在画到 九几年左右 那你再需要 25年左右 你就会遇到另一个 翻身的机会 有一样东西 叫做AI出现了 那就会 日本就翻身了 但是中国 能不能等到这二十几年呢 一定是二十几年 共产党已经倒下了 然后就 不知道 变成了 打内战 那就不知道了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一会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